第三百三十一张柜 搞事情 这是来搞事情的 秋元死死盯着夜玄 我苍蓝学院与苍剑宗可没有过什么恩怨 夜玄面无表情 若是苍蓝学院年轻一代没有人 那我就向阁下请教请教 文言 秋元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挑战他 秋元看着夜玄 脸色颇有些难看 若是与夜玄一战 他胜 还好 若失败 那苍蓝学院的名声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而他胜 并没有什么好处 夜玄也不会丢人 但夜玄若是胜 说到底 他没有信心战胜夜玄 因为夜玄在苍剑宗已经斩杀过真玉法境强者 而且 是很轻松的就斩杀了 现在夜玄的实力 别说在年轻一代 就是在老一代之中都算非常强大了 放肆 就在此时 一道怒喝生子一旁传来 夜玄 你有什么资格挑战院长 夜玄四人转身 不远处站着一名青年男子 男子大约二十来岁 穿着一件白色长袍 见到此人 秋元眉头瞬间皱起 退下 青年男子对着秋元微微一礼 然后他看向夜玄 目道 院长 此人目中无人 今日 学生院代表苍蓝学院与他一战 生死自负 秋元冷冷看着青年男子 我说退下 你没听到 青年男子脸色有些难看 院长 我不怕此人 我 这时 不远处的夜玄突然到 那就来吧 青年男子直接朝着夜玄冲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秋元脸色瞬间大变 就要出手阻拦 而远处 诗 一只手臂带起一道鲜血飞了出去 正是青年男子的手臂 青年男子眉间 正被一柄剑顶着 夜玄 秋元死死盯着夜玄 你莫要欺人太甚 夜玄诞声道 欺人太甚 你觉得我是在欺人太甚 说着 他微微摇头 既然如此 那我就欺人太甚一下 声音落下 一道强大的剑意突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见到这一幕 秋元脸色大变 夜玄 你要做什么 对于夜玄 他显然还是忌惮的 不单单是夜玄个人实力的强大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夜玄背后可是苍剑宗啊 而现在苍剑宗可是刚打赢护剑盟 现在苍蓝学院也是得罪不起这苍剑宗的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一旁响起 住手 声音落下 不远处山门打开 一名灰袍牢者走了出来 夜玄停了下来 与借安之四人面向灰袍牢者 后者走到夜玄等人面前 他看了一眼夜玄四人 轻声道 你们是小允的学生 夜玄点头 你应该就是纪院长的老师了 对吗 灰袍牢者微微点头 夜玄朝后退了两步 然后道 跪 声音落下 四人齐齐跪在了灰袍牢者的面前 见到这一幕 不远处的秋元等人顿时愣住了 因为之前夜玄出了那一件 惊动了不少苍蓝学院的人 因此此刻四周 以及聚集了许多苍蓝学院的学生以及导师 夜玄四人面前 灰袍牢者也是微微一愣 下一刻 他连忙扶起夜玄四人 神色有些复杂 不必如此的 夜玄轻声道 寄院长说 他愧对您 当年是他不争气 希望您莫要生气 灰袍牢者微微摇头 都过去了 夜玄点了点头 来此 还有仪式就是希望 灰袍牢者笑道 希望苍蓝学院恢复他的身份 夜玄点头 灰袍牢者摇头 不用了 夜玄有些不解 为何 灰袍牢者笑道 我知他性格 他对学院 其实已经没有了感情 恢复他身份 他自己也不会高兴的 夜玄想了想 然后道 明白了 灰袍牢者看了夜玄四人一眼 不管曾经有什么恩怨 我都希望一切随眼飘散 可以吗 夜玄沉默了片刻 然后笑道 好 闻言 灰袍牢者微微一笑 甚好 夜玄抱了抱拳 告辞了 说完 他待琢磨允起三人转身离去 这时 灰袍牢者突然道 听说你在青州建立了一个苍蓝学院 夜玄停下脚步 点头 是 灰袍牢者欲言又止 夜玄笑道 是想说 与中土神州苍蓝学院重名吗 灰袍牢者点头 夜玄转头面向灰袍牢者众人 笑道 我夜玄若是不死 日后 我要我青州苍蓝学院成为青苍界最大的学者 我要世人皆知 我苍蓝学院创院祖师世纪允 说完 他转身待琢磨允起四人离去 而夜玄四人身后 秋元等人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因为如果夜玄若是不允落的话 这日后 谁还知道他们这个苍蓝学院 要知道 如今这夜玄的名气可是如日中天 而且 身后还有苍剑宗在支持 这种情况下 夜玄若是真的要将苍蓝学院搬到中土神州来的话 对他们这个苍蓝学院可以说是有着致命的打击 秋元神色阴沉 不知在想什么 这时 在他身旁的白袍牢者突然道 莫要乱想了 估计猛感动他 但我苍蓝学院万万不能打他的主意 否则 就不是今天断一臂这么简单了 秋元看向灰袍牢者 后者诞声道当初小云找我苍蓝学院求助 可我们却拒绝了他 然后他陨落 你以为这四个小家伙心中没有怒 特别是那夜玄 他今日说是来找我 其实 又何尝不是来为小允争一口气 秋元沉默 龟袍牢者摇头一探 不管如何 我苍蓝学院莫要与他有任何纠纷便是了 说着 他似是想到什么 眼中变得有些复杂 其实这四个人都可以说是苍蓝学院学生的 如果当初苍蓝学院随便派几个人去青州 那么 以继允的性格 肯定会让这四个小家伙跟着回来的 而这四个人 除了夜玄外 其余三个也是天才中的天才啊 可惜的是 当初苍蓝学院一点都看不起青州的苍蓝学院 而现在 苍蓝总院已经高攀不起人家了 想到这 灰袍牢者再次一探 然后转身离去 夜玄与莫云齐等人回到了苍建宗 而这一次 夜玄没有让三人回去 而是让三人去了云空城 这个中土神州最大的城 发展 日后的苍蓝学院肯定是要大力发展的 而日后苍蓝学院若是来中土神州 总不能没有个地盘吧 云空城 这就是他看上的地方 这座城现在是护戒盟的地盘 不过没关系 以后就不是了 这是夜玄对莫云齐三人说的话 而这一次 夜玄也没有让三人空手而去 而是让三人带了五十一极品零食去 五十一极品零食 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了 至于夜玄本人 则是前往了古屋族 现在护戒盟没有动静 他必须将许多事情都做完 倒则 他可是答应过二楼大神的 要放他出来 夜玄来到古屋族后 古屋族上任族长显然有些不高兴 与他打了一声招呼后便是离开 夜玄也无所谓 他找到了魏央天 见到夜玄 魏央天却是高兴无比 拉着他往古屋族各个地方到处跑 一处数之上 夜玄与魏央天并排坐着 在他们二人面前不远处 是一处湖泊 成月牙形 宛如一轮明月 夜玄轻轻揉了揉魏央天的小脑袋 在这里感觉如何 魏央天犹豫了下 然后轻声道 他们对我都很好 不过 我想与哥哥在一起 夜玄轻笑道 暂时不行 等我事情处理完了 到时带着你去玩 怎么样 现在护戒蒙是铁了心要除掉他 而那位神秘的主上肯定用不了多久便是会来到他面前 那时 讲到这 夜玄微微摇头 自己的处境不是特别好啊 魏央天看了一眼夜玄 然后轻声道 我可以帮你的 夜玄面向魏央天 笑道 怎么帮 魏央天扬起小拳头 认真道 我觉得 我很厉害的 夜玄笑问 有多厉害 魏央天想了想 然后道 很厉害很厉害 夜玄笑了 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笑 你笑个什么 你有本事现在与他打一架试试看 打一架 夜玄眉头皱起 心中问 为何 二楼大神诞声道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夜玄犹豫了下 然后带着魏央天落到了地面 他笑道 来 对我出手 要尽全力哦 魏央天眨了眨眼 为什么 夜玄笑道 切磋切磋 明白吗 魏央天想了想 然后道 那 那我可出手了 夜玄笑道 来吧 魏央天看向夜玄 下一刻 他朝前踏出了一步 紧接着 他一拳轰向了夜玄 这一拳出 没有任何动静 很平静的一拳 夜玄摇头一笑 他随意的一掌挡在了面前 而当魏央天纳一拳触到他手掌心时 他脸色瞬间勃然大变 砰 毫无征兆之下 夜玄整个人瞬间飞到了数百丈之外 地面上 夜玄身体颤了颤 然后直接晕死了过去 这时 一道惊叹声突然自戒玉塔内响起 轮回之力 可惜 才出四成力 若是多出几成 这家伙就死了 可惜了 并不是二楼大神的声音 第332章第二道道则 不知过了多久 夜玄醒了过来 而此刻 他已经躺在一张木床上 床旁边 是魏央天 他趴在床头 显然已经入睡 夜玄双手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很快 他想起了发生什么事 一拳 他差点被魏央天那软绵绵的 一拳打死 这是为什么 夜玄完全不解 自己想没有想明白 于是 他问二楼大神 片刻后 二楼大神诞声道 他的力量 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总之 这种力量很强 明白吗 夜玄连忙又问 什么特殊力量 二楼大神冷声道 自己去想 夜玄无语 这二楼大神又发什么疯啊 这时 魏央天抬起了头 当看到夜玄醒了后 他一把抓住夜玄的手 有些紧张道 哥哥 夜玄苦笑 不得不说 还是有点丢人的 因为他居然差点被人给一拳打死 摇了摇头 夜玄笑道 别紧张 我已经没事了 说着 他微微一顿 然后又问 你那一拳 力量为何那般强 魏央天看了看自己的小拳头 摇头 不知道 只知道不久前 我感觉身体里好像有股沉睡的力量觉醒了 说着 他看向夜玄 轻声道 我不敢跟别人说 只敢与哥哥你说 沉睡的力量 夜玄沉声道 有没有感觉到其他的不适 魏央天摇头 没有 就是那股力量越来越强了 夜玄轻轻揉了揉魏央天的小脑袋 有些担忧 这小丫头太不平凡了 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就莫担心他了 赶紧去寻道泽 夜玄苦笑 当初在此的感受过道泽 但是现在 找 二楼大神道 那道泽必定就在这古巫族 夜玄想了想 然后点头 那就四处找找吧 休息片刻后 夜玄与魏央天玩耍了一会 然后便是开始在古巫族瞎逛 现在的他可以随便逛 因为古巫族族长是魏央天 也说一般地方就是古巫族禁地他都可以去 夜玄在古巫族逛了许久 然而依旧没有那第二楼稻泽的气息 正五十分 夜玄来到了一片沼泽地 这里算是古巫族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沼泽已经存在很久很久 不仅有沼泽还有毒气 因此古巫族是严禁族人擅自来这里的 刚来到这里 夜玄眉头便是皱了起来 因为那股毒气之强 让他都有些诧异 一般修饰根本挡不住这种毒气 不过对他而言 毒气什么的 对他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他拥有混沌之气 任何毒气或者邪物进入他身体 都会被混沌之气净化 就如此刻 这毒气还未靠近他身体便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夜玄欲见往沼泽深处飞去 反正古巫族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不会放过 很快 夜玄来到了沼泽深处 在这片沼泽深处 他见到了一些尸体 这些尸体 大多数都是一些妖兽的 但是也有些是人类的 简然 有人来过这里 就在此时 夜玄突然俯身看下去 在他下方的沼泽之中 有东西在游动 民邮管 夜玄正要继续前进 就在这时 下方 那游动的东西突然冲出沼泽 紧接着 一张巨大的血口朝着他狠狠咬了过来 吃一头妖兽 形状如恶 体型巨大 全身漆黑 双眼星红 夜玄眉头皱起 随手一挥 一片剑光斩下 砰 那头妖兽直接被夜玄这一剑砸入了沼泽地之中 见到这一幕 夜玄眉头微微皱起 因为他刚才那一剑 竟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方的肉身 靠墙的防御力 夜玄心中有些震惊 而就在此时 下方整片沼泽突然间动了起来 细看之下 夜玄发现 整片沼泽下都有东西在游动 见到这一幕 夜玄眼皮一跳 这是什么鬼 很快 一颗颗妖兽脑袋浮出了沼泽面 全都在看着夜玄 见到密密麻麻的妖兽群 夜玄脸色一变 他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妖兽 夜玄正要离去 而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有气息了 有气息了 夜玄愣了愣 然后连忙问 道泽的气息 二楼大神道 下沼泽 闻言 夜玄眼皮一跳 下沼泽 你怎么不下啊 开什么玩笑 下沼泽 虽然他很能打 但是这么下去 绝对完完的 这时 二楼大神沉默了 过了片刻 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了夜玄的面前 正是二楼大神 他看了一眼夜玄 然后看向下方那些妖兽 下一刻 他神色猙獰了起来 猛的朝着下方就是一声目吼 一股强大的妖兽气息席卷而下 一瞬间 下方那群妖兽直接缩回了沼泽内 很快 整片沼泽恢复了平静 夜玄看得是目瞪口呆 此刻他才想起 这二楼大神好像也是妖兽啊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朝着远处飘去 夜玄连忙跟了上去 不一会 二楼大神停了下来 接着他爪子轻轻朝着下方沼泽移画 下方沼泽顿时分割开来 紧接着一道石阶出现在了夜玄的面前 见到这一幕 夜玄愣住 这沼泽之下 还另有乾坤 这时 二楼大神看向他 夜玄点头 明白 明白 说完 他落了下去 然后顺着石阶走下去 而二楼大神则是回到了界狱塔内 显然 他还是不能出来太久 夜玄顺着石阶走向 里面 一片漆黑 不得不说 他还是有些小慌的 因为每一道道则都不简单 第一道道则是有神秘女子帮忙 他获得得很轻易 而获得空间道则 完全是走了狗屎运 而这第二道道则 他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不管怎么样 得小心才行 夜玄继续往下走 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才到底 而在他面前不远处 是一座宫殿 宫殿前 是一地的尸体 至少上百 见到这一幕 夜玄眼角微跳 果然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 夜玄走到那些尸体前 从表面来看 这些尸体应该都是已经死了很久很久的 除此之外 这些尸体表面都没有伤口 一点伤口都没有 死得很是安详 就像是睡着了一般 诡异 夜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二楼大神 这里不是很安全啊 二楼大神诞生道 怕了 夜玄笑了笑 他倒不是怕 而是现在 他明白一个道理 不能轻视任何事情与人 因为往往对方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夜玄继续前进 虽然这里危险 但是 还是要继续前进啊 毕竟 答应过这二楼大神 要将他放出来的 夜玄走到宫殿门口 他没有犹豫 直接推开了宫殿的大门 店内 空空如也 夜玄走了进去 店内非常安静 他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 而整个店内 也只有他的脚步声 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了夜玄面前不远处 老者被粉坨 身体几乎是成弯的 他脸上 长着一个个毒脓 面目极其争鸣 此刻 他就那么盯着夜玄 夜玄神色平静 正要说话 老者突然道 你是为了那物而来 那物 夜玄心中一领 道 是 老者突然音笑了起来 夜玄摇头 老人家 你就莫要吓我了 老者冷笑 吓你 年轻人 看到外面那些尸体了吗 那些 可都是你的前车之剑啊 夜玄笑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者看着夜玄 你是谁 夜玄摇头一笑 低调 我要低调一点 老者面无表情 低调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出去 夜玄眉头皱起 何意 说完 他转身朝着店外走去 当他走到门口时 一道无形的屏障挡在了他面前 出不去了 夜玄转身面向老者 后者诞声道 不用看了 老夫也在此被困了百年了 百年 被困百年 夜玄审声道 谁弄的 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你说呢 夜玄正要说话 这时 二楼大神突然道 是他 那道道则 他就在这店内 夜玄连忙道 我用塔将他收服 千万者 二楼大神神声道 他在窥视你 也就是说 这家伙可能恢复一些意识了 夜玄愣了愣 然后问 这道则还有意识 二楼大神冷声道 天地万物皆有灵 更何况这道则 大地道则与空间道则都还在沉睡之中 若是不然 你以为道则就这般垃圾 若是他们恢复 就如你这空间道则 他一念之间便可毁掉你们这青苍界空间 夜玄有些汉言 其实 想想也是 能够在监狱塔内镇压这些大能 这些道则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 只是 这第二道道则若是恢复了 那问题就有些大了 此时之道夜玄所想 二楼大神突然又道 当年此塔被重创 所有道则与塔内法则以及各种本源皆是被重创 这第二道道则不可能完全恢复 最多就是恢复了些许 你莫要过多担心 夜玄苦笑 那现在该如何 这时 二楼大神突然道 你不是很会忽悠吗 把他忽悠进来 夜玄满脸黑线 第三百三十三章梦中见 忽悠 夜玄第一感觉就是这二楼大神在嘲讽他 然而 二楼大神又道 可以试试 夜玄审声道 为何不直接用塔将他收服 二楼大神诞声道 若是他灵智没有苏醒 用塔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他已经恢复了一些 若是墙来 你可能第一个死 为什么 夜玄有些不解 因为你打不过他 夜玄 忽悠 夜玄在店内来回走着 妈的 这个怎么忽悠 以为对方是小灵儿啊 哄一下就可以了 一旁 老者看着夜玄 你做什么 夜玄摇头 头疼 我走走 老者 这时 夜玄突然面向老者 你与他可有接触过 老者摇头 未曾接触过 不过 能够感觉到 他就在暗中 暗中 夜玄眉头皱起 这第二道道则究竟是一个什么道则 要忽悠 得先让对方现身才行 而若是用接玉塔 极有可能让对方防备 而对方若是真的对他出手 那时 麻烦可就真的有的大了 沉默了片刻 夜玄眉间 一个土字悄然凝聚 大地道则 都是道则 怎么说也认识吧 就在此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轰向了夜玄 夜玄还未反应过来 人便是直接砸到了远处墙壁之上 砰 整个墙壁剧烈一颤 夜玄还未站起来 突然间 他感觉睡意来临 就要沉睡过去 而这时 一道怒吓声突然自他脑中响起 醒来 夜玄如遭冷水临头而下 他整个人一下清醒了许多 清醒过后 夜玄额头上顿时浮现出了冷汗 后怕 因为刚才那一瞬 直接告诉他 只要他睡着 怕是就醒不过来了 而且刚才那一瞬间 他还感觉身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流失 夜玄心中沉声问 那是什么力量 沉默了片刻后 二楼大神道 日后你便是会知道了 夜玄又问 为何我使出大地道则 他就会对我出手 二楼大神诞声道 塔内共九道道则 这九道道则当初共存塔内 他们之间 有的相处愉快 而有的相处可能就不那么愉快了 简然 这土则与他相处得很不愉快 夜玄满脸黑线 什么乱七八糟 这道则之间还有恩怨不成 这尼玛日后若是九道道则齐聚 整个界域塔还不闹翻天 夜玄收回思绪 又问 那他与这空间道则有恩怨吗 二楼大神诞声道 不知道 你事事不就知道了 夜玄满脸黑线 事事 这万一有恩怨 自己不就完蛋了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 很快 空间道则出现在了他眉间 而这时 四周并没有什么动静 见到这一幕 夜玄心中顿时松了一口 简然 这第二楼的道则与第三楼的道则 没有什么恩怨 这时 一道白光突然飘到了夜玄面前 在白光内 有一个字 不过有些模糊 夜玄看不清楚 道则 见到这道白光 夜玄顿时有些激动了 而另一边的老者则是看得满脸惊恶 这时 那道白光在夜玄身体旁边转了转 似是在打亮什么 忽悠 这时 二楼大神声音突然在夜玄脑中响起 快点忽悠 夜玄 就在这时 小灵儿突然出现在了夜玄的面前 见到小灵儿 夜玄脸色一变 他连忙道 你出来做什么 小灵儿看了一眼那道白光 有些兴奋道 这是什么耶 夜玄正要说话 小灵儿却是一把抱住了那道白光 而这时 白光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大的气息 这股气息直接将小灵儿震飞了 夜玄脸色大变 连忙接住小灵儿 小灵儿呆了呆后 下一刻 他勃然大怒 他看向那道白光 你打我 说着 他直接飞了出去 下一刻 在夜玄金额的目光之中 他直接化作一道白气轰在了那道白光之上 轰 白光瞬间飞了出去 直接将远处墙壁撞的崩塌 但是下一刻 那道白光又朝着小灵儿冲了过去 小灵儿小手猛的一拍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自他掌心之中汇聚 转瞬 他一声轻喝 然后朝前就是一应 去死吧 轰 那道白光再次被轰飞 这一飞 直接将整个大殿状的崩塌 殿内 夜玄与老者看的是目瞪口呆 夜玄已经完全呆了 远处 两个小家伙还在大战 不过 小灵儿完全碾压了那道道泽 而此刻 那道道泽被小灵儿追着到处跑 夜玄喉咙滚了滚 然后到 二楼大神 原来这小灵儿这么能打啊 正常 二楼大神诞生道 一个世界之本源 怎么可能弱 还有 你别告诉他他很能打 不然 你以后就完蛋了 不敢不敢 夜玄连忙摇头 他怎么敢告诉小灵儿他很能打 因为现在的小灵儿明显是对自己实力没有一个概念的 简单来说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很能打的 一旦让他知道自己很能打 那个时候 这小家伙肯定要翻天的 就在这时 小灵儿突然抱着那团白光来到了夜玄面前 看着夜玄 他咧嘴一笑 这个 给我拜 夜玄点了点头 好好 你带他进去玩 小灵儿眨了眨眼 很是高兴 那我就带就去了耶 夜玄点头 认真道 好 就这样 小灵儿抱着那道道则回到了街域塔内 外面 夜玄很势不解 为什么 第二道道则打不过他 二楼大神道 第二道道则能力特殊 对于有些人 他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对于有些存在 他无可奈何 这小灵儿乃天地本源 准确的说 他是灵体 而他的特殊能力对他完全没有作用 明白了吧 文言 夜玄顿时明白了 说白了 小灵儿打得过这第二楼的道则 但是 他就不一定能打得过大地道则与空间道则了 不管如何 这第二道道则算是到手了 夜玄转身离去 而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老者突然道 你得到他了 夜玄转身面向老者 笑道 只是让他物归原主而已 说完 他就要离开 老者又道 小友且慢 夜玄停下脚步 有事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老夫当初为了得到他 牺牲了太多太多 说到这 他神色有些复杂 敢问小友 此物究竟是何物 夜玄笑道 一种神物 至于究竟是什么 说真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老者微微点头 明白了 夜玄笑道 告辞 说完 他就要离去 而这时 老者又道 此地乃产优禁地 在这后面 乃当年产优宗所在 不过 这产优宗虽然已经被覆灭 但是 这产优宗的户宗大阵却还在自动运行 小友若是有能力破支 这产优宗财富 可都将是小友的 产优宗 夜玄眉头微微皱起 未曾听过 老者笑道 很多很多年轻的宗门了 夜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产优宗实力如何 说真的 以他现在的财富 他对这一般势力是完全看不上的 如果只是一个小宗门 他是不愿意浪费时间的 老者笑道 这产优宗可是很早很早之前的势力 在当年 他仅次护剑盟 苍剑宗 玄门 而他巅峰时期 是可以与这几个势力比肩的 闻言 夜玄顿时有些心动 护剑盟有多富有 他不知道 但是这苍剑宗有多富有 他是知道一些的 光是那剑木之地的剑 就已经非常非常恐怖了 而这产优宗居然能够与这护剑盟相提并论 肯定不简单 夜玄笑道 还请前辈带我去瞅瞅 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然后带着夜玄出了大殿 大殿外 老者看了一眼那些尸体 摇头一探 他没有说什么 带着夜玄朝着后方走去 走了一会 一座巨大的山门出现在了夜玄的面前 这山门之大 比苍剑宗的山门还要大 而在这山门之后 是一座座大殿 气派 这是夜玄第一感觉 此刻 他相信老者说的话了 这产优宗确实不简单啊 夜玄刚要过去 这时老者突然摇头 有大震 说着 他又脚轻轻一跺 一颗石子飞了过去 但是还未靠近山门便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见状 夜玄神色有些凝重了起来 老者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夜玄 显然 夜玄若是没有办法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沉默片刻后 夜玄走到那山门前 他正要出见试试 一旁的老者连忙道 莫要强来 若是强来 此阵会立即启动 那时 我们都得死在此地 夜玄苦笑 若是不强来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笨啊 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突然在夜玄脑中响起 空间道泽 利用空间道泽潜入进去 夜玄愣了愣 然后道 可以 说完 他没有等二楼大神回答 直接催动了空间道泽 一瞬间 他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老者愣住了 而当夜玄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在那山门之内 老者 此刻 夜玄心中大喜 原来真的可以 此时想到什么 他面向不远处的老者 抱歉 我身法特殊 所以才能够进来 阁下放心 我进入其中后 会寻找破阵之法 到时阁下便是能进来了 他如果将空间道泽给老者 老者也是能够进来的 不过 他不会将这道泽给外人的 老者微微点头 明白 小友还请小心 一旋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进去 而没走多久 夜玄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一路上见到了一些尸体 这些尸体都是没有任何伤口 而且还很安详 就像是睡着了一般 夜玄停下脚步 陈生问 前辈 这第二道道则究竟有什么特殊能力 二楼大神沉默了好一会 然后道 梦之力 他可进入人的梦中 无声无息将其杀死 夜玄愣了愣 然后下意识到 那我若是将其凝聚成剑 岂不是成了梦中剑 第三百三十四张产幽界 梦中剑 讲到这 夜玄瞬间有些沸腾了 如果有一种剑法 可以在人睡梦之中干掉对方 这太恐怖了 而二楼大神也沉默了 简然 夜玄提出的这个想法虽然有些荒诞 但是 也不是没有可能 要知道 这第二道道则的特殊能力可就是这样 若是被夜玄凝聚成剑 这还真可能就是夜玄所说的梦中剑 片刻后 夜玄有些冷静了下来 他觉得 这是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呢 肯定有一定的难度 直觉告诉他 没那么简单 不过 他到时肯定要尝试一下的 夜玄收回思绪 继续前进 一路上 他见到了太多太多尸体 而这些尸体的死法都一样 其中 他还见到了真欲法尽强者的尸体 次是想到什么 夜玄审声道 二楼大神 这些道则曾经都如此厉害吗 二楼大神诞声道 你觉得我厉害不 夜玄连忙道 厉害 肯定厉害 二楼冷声道 可我曾经也打不过他 闻言 夜玄心中逆领 这么说 这些道则的威力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很多很多啊 夜玄又问 那问题是 为何他们跟了我之后 咋都 说到这 他神色有些古怪了 因为这些道则跟了他之后 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了 二楼冷笑 无知 他们现在就如小灵儿一般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实力情况 而且 由于他们的灵智都已经沉睡 因此 他们的力量 根本无法得到释放 明白吗 对了 第二道道则并未完全沉睡 你可以与他较量一下 夜玄连忙摇头 不较量 他已经见识到了第二道则的恐怖 这第二道道则的能力 即使是他都很是畏惧 夜玄没有再问 继续前进 很快 夜玄发现 这整个产优宗怕是都已经被灭了 而罪魁祸首 估计就是这第二道道则 讲到这 夜玄便是想到了戒狱塔 也不知道这塔到底是个什么宝物 不仅能够求助那么多的强者 还有这种逆天之物在里面 而上面还有五层 也就是说 还有五种道则 而这五种道则又都是些什么样呢 夜玄有些好奇了 这时 夜玄突然停了下来 他已经来到了一座大殿前 他走进了大殿 大殿内 还有一些人 不过都是些死人 夜玄抬头看向面前 在他面前不远处屹立着一尊雕像 是一名中年男子 右手手持长剑 左手持一把黑尺 简然 这应该是这产幽宗的祖师爷了 夜玄微微摇头 他犹豫了下 然后走到雕塑前 微微一礼 心中暗道 我与产幽宗无冤无仇 今日前来 算是我夜玄占了一个大便宜 多谢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而就在这时 那尊雕像突然裂开 紧接着 一缕白光飘了出来 白光渐渐凝聚成了一个人影 正是那尊雕塑的模样 见状 夜玄心中逆领 暗暗戒备起来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夜玄 为何向我行礼 夜玄愣了愣 然后正色道 一种尊敬 中年男子微微点头 他打亮了一眼夜玄 很快 他眼中有些诧异 半不见先 真欲法径 未到二十 说着 他眼中竟然出现了兴奋的色彩 夜玄犹豫了下 然后轻声问 前辈 中年男子笑道 你可愿入我产幽宗 夜玄愣了愣 然后连忙摇头 不行 时不相瞒 晚辈已经是苍见宗弟子 中年男子愣了愣 然后笑道 无妨的 随规定一个人不能入两宗 这夜玄有些愣 这可以入两宗吗 中年男子又道 我也时不相瞒 我产幽宗突逢大便 全宗覆灭 而如今 这香火传承也断了许久 而你今日到来 显然是与我产幽宗有缘 也不强求你什么 你获得我产幽宗传承 不让我道同在此界灭绝即可 说到这 他微微一笑 当然 也有好处的 你若答应 这产幽宗千年的积累 都将是你的 除此之外 我还赠你一件宝物 你觉得如何 宝物 千年积累 夜玄感觉自己心跳加速了 但他脸色却是极为平静 前辈 我 何得何能哀 中年男子笑道 你这般天赋 世间少有 自然可为我产幽宗传人 夜玄心中低声一叹 哀 太优秀 没办法 怎么样 中年男子问 一旋想了想 然后道 我答应前辈了 闻言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如此甚好 说着 他屈指一点 一枚黑色戒指落在了他面前 中年男子道 此乃产幽界 是我产幽宗宗主身份象征 除此之外 其还有一特殊能力 可吞噬人的精气神 以及修为为己用 不过此实在有伤天和 借莫乱用 吞噬人的精气神 以及修为 听到这一句 夜玄眼皮一跳 连忙问 前辈 此物可吞噬真 欲法尽强者 中年男子摇头 夜玄神色瞬间暗淡了下去 而这时 中年男子又道 莫说真 欲法尽强者 就是之上的强者都可吞噬 此物 可不是这清仓界之物 是我在外遇所得 文言 夜玄愣了愣 然后狂喜 宝贝 这是个好宝贝啊 中年男子又道 除此之外 此界内 还有我产幽宗的传承 其中有最顶尖的功法 武技 神通之术 至于我产幽宗千年的积累 都在后面各大殿之中 你自己去取便是 这话说的 夜玄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便宜占的实在是太大了 这时中年男子又道 不过 有一个条件 夜玄笑道 前辈请说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夜玄 日后你若是要离开此界 我希望你能替我在此界找个传人 若是允许的话 可以让产幽宗重新现世 夜玄想了想 然后点头 我尽力而为 中年男子笑道 如此便是足矣 说着 他身体渐渐虚幻了起来 夜玄知道 对方这是要彻底消失了 他犹豫了下 然后再次对着中年男子微微一礼 不管如何 他这一次是真的占人家大便宜了 而这时 中年男子又道 至今以后 你就是产幽宗为 各还活着的人了 夜玄愣了愣 然后连忙道 前辈您 中年男子笑道 我们凶事 一般情况之下只有两种死法 被人杀死 要么受缘耗尽而死 我运气算好 是第二种 其实 结果已经很好了 只是 说到底 心中还是有些不甘啊 秋行千灾 最终却依旧要化作尘埃 声音落下 他彻底消失在了场中 夜玄手中 那眉产幽界轻轻颤了颤 寿缘 原地 夜玄沉默了 他记得神秘女子说过 许多修饰强大之后 眼中只有大道与长生 在他看来 其实就是越活越想活 或者说 活得越久 可能就越怕死 片刻后 夜玄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在清晨时 他的目标很简单 让妹妹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现在 他发现 能力越大 野心就渐渐越大了 比如此刻 他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也想着有那种毁天灭地的强大能力 这是错吗 不 在他看来 这并不是错 人若是没有奋斗的心 只会越来越频繁 离开大殿后 夜玄来到了 产幽宗的武器阁 在这里面 他见到了无数的武器 其中 天阶武器竟然有二十多种 除此之外 地阶的 更是有上百之多 恐怖 夜玄身吸了一口气 然后全部收了起来 接着 他来到了 产幽宗的玄器阁 这玄器阁共有四层 他直接来到了最顶层 而在最顶层 他见到了二十多件天阶宝物 其中 还有一件天阶上品 是一把扇子 扇子一打开 有雷光闪烁 风雷闪 天阶上品 不过只有这一件 而另外二十件天阶灵器之中 有三柄事件 转大发了 夜玄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一次 不是报复 而是报报报复 收起所有东西后 夜玄又来到了产幽宗的宝格 而在这里面 他发现了紫园金 足足有二十万 除此之外 极品零食更是有三百多亿 看到这一幕 夜玄整个人已经石化在了原地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就是在做梦 太不真实了 片刻后 夜玄全部收了起来 现在的他 这财富 真的不是一般是利比得上的了 就这样 夜玄开始疯狂搜刮 而这一次 他足足搜刮了两个多时辰 可以说 产幽宗值钱的 他都已经全部都收了起来 产幽宗大门前 夜玄对着产幽宗放心微微一礼 产幽宗诸位先祖 我夜玄对天发誓 他日必让产幽宗中献青苍戒 若为此事 天诛地灭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而就在夜玄离去不久 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了他先前所站的位置 正是之前大殿内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看着远处夜玄的背影 渐渐的 他眼中冰冷的眼神柔和了起来 很快 中年男子彻底消失在了场中 远处夜玄体内 一道低探声悄然响起 又躲过一劫 还得如此多宝物 还有天理吗 第三百三十五章 你是有多作死 夜玄来到了山门外 然而他却发现 那名老者已经不在 离开了 夜玄眉头皱起 想了片刻后 他微微摇头 然后离开了这片地底秘境 古屋族 住屋内 夜玄盘坐在地 此刻的他 是异常的兴奋 他现在的财富 实在是太太恐怖了 产优宗留下来的这笔财富 足够他用太久太久了 当然 若是没有实力 这笔财富也是没人花的 危机可还未解除 修炼 一旋雨为央天告别后 立即回到了苍剑宗 而此刻 苍剑宗也是戒备无比 所有人都在严真以待 大家心里都清楚 护戒盟肯定会再次卷土重来 戒狱塔内 自从第二道道 则回到戒狱塔后 就被二楼大神带到了二楼 当然 把小灵儿也带了进去 但是没过多久 小灵儿就灰溜溜的跑了出来 而二楼大神再也没了动静 叶玄好几次都联系不上 而且 她也进不去第二楼 她虽然可以强行进去 不过却没有这么做 于是 叶玄去问小灵儿 而这小丫头一脸的委屈 说二楼大神把她宝贝要走了 简然 就是那第二道道则 叶玄知道 这二楼大神过不了多久 怕是就能出来了 安慰了一下小灵儿后 叶玄开始修炼 而这一次 她的修炼就是单纯的物 现在她的剑技 以及境界 都已经无法再提升了 特别是境界 提升太快也不是一件好事 唯一还能提升的 就是这剑道境界 剑仙 若是能够正道剑仙 那时 就算是陆尊主这种强者 她也能够与之一战 悟 云见封后山 叶玄盘坐在山顶 整个人宛如老僧入定 而这一座 就是十多天 而在这期间 月祺与顾小贤每天都会来此 两女每一次都会站上一两个时辰 然后又悄悄地离去 除了两女外 宗主陈北寒也来过 也没有打扰叶玄 就连剑玄都来过一次 剑玄待的时间有点久 足足大半天时间 一开始 她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但是最后离去时 她眼中的担忧变成了欣慰 林从云也来看了一眼夜玄 不过她眼中 满是担忧 这一次 若是林须新宫的旧兵部仙道的话 那事情可就麻烦大了 片刻后 林从云摇头一叹 然后转身离去 顾剑蒙 当日与苍剑宗一战之后 护剑蒙便是没了任何动静 而如今的护剑山也是平静得很 殿内 陆尊主盘坐在椅子上 双眼微闭 两只手放于膝盖之上 在她周身 一股气流缓缓飘荡 就在此时 陆尊主双眼突然睁了开来 下方 众人皆是看向她 沉默片刻后 陆尊主惊声道 五日 主上午日后便会惊临此界 五日 文言 下方众人顿时面露喜色 五天后 就是苍剑宗的末日 在一处茫茫星空之中 一艘星云剑急速穿梭 这艘星云剑的速度已经达到极致 终于 不知过了多久 这艘星云剑停在了一处星空宫殿前 一名老者剑上飞了出来 此人 正是从清苍界赶回来的秦镇 架了星云剑后 秦镇直奔林须星殿 他刚到店门口 一名老者出现在了他面前 来人 正是林须星空公主林须 秦镇深深衣礼 公主 找到了 林须愣了愣 然后到 在何处 不对 你为何不将他带回来 秦镇苦笑 带不回来 在那一片心域 有一势力非要杀他不可 现在的他 危险得很 文言 林须脸色顿时一变 是一个什么势力 秦镇摇头 一个三流势力 不过 那势力之主 实力颇为强悍 我与从云街不是其对手 林须审声道 你可有抱我林须星空 秦镇苦笑 抱了 人家根本没听过我林须星空 他们心域太过偏僻 林须沉默了片刻 然后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他突然转身 在他面前不远处 站着一名女子 正是肃群女子 肃群女子面色冰冷 给人一种极大的压迫力 林须连忙一里 前辈 肃群女子看向秦镇 在何处 秦镇连忙到 在未央心域的边缘 离这里有一个半月路程 一个半月 肃群女子眉头皱起 下一刻 他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见状 林须却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走了 终于走了 这段时间来 林须心宫所有人可以说是胆战心惊的 因为这尊大神太恐怖了 所有人都生怕他要找的人若是出了事 他会一见面了林须心宫 林须身旁 秦镇审声道 公主 可知此人是何人 林须摇头 不知 不过 按我猜测 此人可能是那个戒之人 文言 秦镇脸色微变 五为戒 林须轻声道 极有可能啊 秦镇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如果真是 林须摇头一叹 此事也给我提了一个醒 我林须心宫虽然不差 但是在真正的爵士强者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我们 也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没有最强 只有更强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又看向秦镇 你素带一对人前往未央心欲 不管如何 那护剑蒙如此蔑视我林须心宫 就算那前辈放过他们 我们也不得放过他们 秦镇连忙点头 属下也有此意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而这时 林须又道 尽可能结交那少年 明白 秦镇点头 属下明白 秦镇走后 林须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轻声道 顾剑蒙 你是有多作死啊 一片无尽虚空之中 素群女子横空虚度 她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 那是直接在穿梭星空 她速度非常快 快到所过之处的星空一阵阵颤动 无数星球受到波动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声音突然自她面前处的星空之中响起 何人竟敢撕裂星空 扰乱星空秩序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朝着素群女子碾压而来 这股力量之强 可以轻易毁掉一届 素群女子面无表情 她看了一眼星空深处 双眼微眯 一瞬间 一缕剑光突然自她眼中电视而出 随着这缕剑光飞出 她面前的那股力量瞬间碰碎 下一刻 远处星空深处传来了一道惨叫之声 很快 一道惊恶声响起 你 你是何人 素群女子双腹在身后 神色冰冷 滚 远处星空深处 那道声音怒道 你可知 我等乃星空秩序者 守护 素群女子突然道 不用滚了 声音落下 她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转瞬 一缕剑光突然在这片星空之中一闪而过 诗 某处 一颗血淋淋的脑袋自星空之中缓缓坠落 一路上 素群女子每到一片心欲 就会有人阻拦 然后就这样 素群女子一路杀着前进 某一处山上 一名白群女子静静站着 此人 正是安兰秀 不知过了多久 一名老者出现在了安兰秀身旁 老者微微一礼 小姐 安兰秀轻声道 说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到 最多几日 故见蒙那位主上便是会亲临亲苍剑 那时 苍剑宗必然覆灭 除非苍剑剑主重现 安兰秀沉默了片刻 然后点头 知道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这时 老者突然挡在了安兰秀面前 苦笑 小姐 家主言令交代 小姐不得前去苍剑宗 安兰秀摇头 这一次 他很危险 老者笑容越发苦涩 小姐 若是护剑盟主上亲临亲苍剑 您去了也无济于事 安兰秀诞声道 那就更该去了 说完 他就要下山 而这时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小姐 家主有交代 若是小姐执意要去 老朽可就只能得罪了 安兰秀突然消失 老者脸色大变 右手朝前就是一掌 哄 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 老者整个人直接飞到了百丈之外 老者惊骇地看着安兰秀 小姐你 安兰秀摇头 我安家 已无人能阻我 明白了吗 说完 他转身下山 山上 老者猛地一拍大腿 兴奋不已 好一个小姐 就算是苍剑建主在世也比不上啊 不行 不能出事 必须赶紧通知家主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亲苍剑 苍剑宗 叶璇依旧在河边打坐 这段时间内 他一直在悟 剑仙 人一旦静下来好好思考 好好参悟 就会发现许许多多自己曾经没有想过的问题 也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见到 这一图 就犹如逆水行舟 若是每一日不努力 不前进 就必然会后退 而在这河边 他已经静坐了将近半个月 半个月来 他从内心深处的问自己 不逃避自己的内心 认识自己的内心 认识自己 这个认识就是知道自己的优点 但也要知道自己的缺点 知道自己善的一面 更要知道自己内心邪恶卧挫的一面 清晨十分 叶璇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睛内 见光闪烁 叶璇缓缓站了起来 沉默着 这一沉默 就是一个上午 第336章剑仙 正午时分 叶璇突然笑了 叫得很开心 随着叶璇的笑容出现 一股剑一突然自他体内飘出 然后朝着天际四周飘荡而去 很快 这股剑一消失在了天地间 而这时 一柄剑突然自叶璇体内飞出 就要冲天而起 而叶璇右手却是轻轻一压 这一压 那柄剑顿时稳稳地落在了他面前 见心通明 此刻的他 真正明白了何谓见心通明 说白了 就是要清楚地认识自己 一个人 有优点就有缺点 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有纯真的一面 也有邪恶卧挫的一面 而一个人 往往都会逃避自己的内心 也就是逃避自己恶的那一面 而不管是哪一面 都是他叶璇 这就是见心通明 见仙 此刻的他 已经不是半步见仙 而是一名货真价实的见仙 然而叶璇却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 他现在的见到才刚刚开始 片刻后 叶璇摇头一笑 他转身正要离去 不远处 两名女子缓缓走来 正是叶璇与顾小贤 叶璇对着两人微微一礼 叶璇打亮了他一眼 成了 叶璇微微一笑 点头 健壮 健壮 月奇嘴角掀起了一脚 好 好 顾小贤也是点了点头 极好 说着 他看了一眼月奇 轻声道 他应该是我亲苍界目前最为年轻的见仙吧 月奇摇头 他是我亲苍界历史以来 除祖师之外最年轻的见仙 不对 祖师当年成就见仙 也不过他这般年纪 说到这 他脸上笑容渐渐扩大 顾小贤轻声道 小师妹可是许久未曾这么开心过了 月奇看向叶璇 笑容渐渐收敛 苍剑宗后继有人 自当开心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又道 此事暂时压着 莫要外传 否则 顾建盟会拼了一切 也要斩杀你 顾小贤点了点头 确实 如果让护建盟知道叶璇已经成就见仙 那么护建盟肯定封了一班杀叶璇 因为他们绝对不敢让叶璇继续成长下去 很多时候 没有对错 就好比一个国家 它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而另一个国家要崛起 于是 天然的就对立了 更何况 叶璇还是苍剑宗的弟子 要知道 苍剑宗与护建盟可是积怨已久了 叶璇亲自做了一顿饭菜 三人吃饱之后 叶璇收拾了一番 然后找到了林从云 房间内 林从云打亮了一眼叶璇 片刻后 他眉头突然皱起 你是不是已经突破了 叶璇倒也没有隐瞒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剑仙 见到这一幕 林从云愣了愣 然后摇头一笑 小友当真是天纵奇才 如此年纪便是达到见仙 即使在我们那片心域 也是极为少见的 叶璇笑道 前辈 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请教 林从云笑道 说 叶璇沈声道 就是那素群女子 她是本体 还是分身 听到这句话 林从云顿时愣住了 本体 分身 自是想到什么 她豁然站了起来 你 你这是何意 叶璇被这林从云搞得一愣 她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素群女子说过 她一共有三缕分身 之前那一缕 已经消失 也就是说 还有两缕分身加本体 而她与素群女子 有一个约定 那就是她日云端相见 这个相见 并不是指分身 而是指本体 所以 她才这么一问 这回事 林从云死死盯着叶璇 你是说 出现在我灵须星宫的她 其实可能只是一缕分身 叶璇点头 见状 林从云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一下坐了下去 整个人有些软 分身 此刻的她 心中是无比的震撼 因为一直以来 他们都没想过 那素群女子是分身 还是本体 谁会去想这个问题 而如果那素群女子只是一缕分身 那么问题来了 她的本体究竟有多强大 多强大 林从云苦涩一笑 她想象不出来了 叶璇正要继续问 林从云确实摇头 小友 我也不知她是本体还是分身 暴昧一问 小友 你与她是什么关系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算师徒吧 师徒 林从云深深地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道低声一叹 难怪你如此优秀 有此良师 就算是一头猪 说到这 她似是想到什么 连忙停下 然后对着叶璇歉一笑 叶璇有些无语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林从云又道 小友 你现在已经是剑仙 以你现在的实力 其实完全可以离开此地 前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现在与我离去 你将 叶璇突然笑道 前辈 有些东西比命还要重要 林从云看向叶璇 叶璇微微一笑 苍剑宗拜我不薄 我怎能在此刻离去 若是离去 我又怎能做到问心无愧 还要 此界还有我许多在意的人 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此界 去外面看看 但是现在不行 林从云沉默了片刻 然后轻声道 小友如此重情 这日后 怕是会为情所累 叶璇笑了笑 然后道 前辈 若是林须心功强者来支援 得多久才能到 林从云沉声道 多久道都没问题 问题是 必须得在那护界盟主上之前道 否则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还有一事想请教前辈 我目前是真欲法镜 而这阵欲法镜之上又是何镜 林从云右手摊开 然后轻轻一旋 一瞬间 他手掌周围的空间裂了开来 紧接着 一股力量自那裂开的空间之中 渗入了他手中 一选有些不解 这是 林从云轻声道 真欲法镜之上 就是破空镜 而这破空镜 意思就是破开空间 从空间内获取暗物之力量 以此来不断增强自身 而要做到这一点 是极难的 因为空间之坚固 远超一般人所想 破空镜 一选审声道 我先前听师尊说过 这空间若是裂开 会有空间乱流 若是被卷入其中 必将粉身碎骨 林从云笑道 他说的并没有错 因此 想要达到这破空镜 必须对空间的造诣达到一定程度 若是蛮力破空间 必害己 许多散修 就是因为没有人指点 因此 在冲刺这一镜时 都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说到这 他看向叶玄 小友若是要冲刺这一镜 必须要极为小心 而且 还要有人在旁守护 否则 一旦有差 别说小友 就连我们被卷入其中 都断难活命的 叶玄微微点头 前辈如此说 我是明白了 破空镜 叶玄深深的记下了 陈北涵 陆尊主 应该就是破空镜强者 讲到这 叶玄又问 真欲法镜强者 可能与破空镜强者一战 自然能 林从云道 衡量一个人的实力 不单单是用境界 还要看各方面 战斗意识 战绩 神通术 功法 体制 甚至还有血脉之类 总之 任何地方都有越基挑战 只是这难度 颇大而已 叶玄点了点头 其实现在的他 就是想与破空镜强者一战 因为真欲法 竟对他而言 完全没有吸引力了 片刻后 叶玄起身离去 房间内 林从云眼中满是优色 到现在 他依旧在担心 灵须新宫的强者 能不能尽快赶来 顾建盟 这一日 盘坐在大殿的陆尊主 突然睁开了眼睛 下一刻 他起身朝着殿外走去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殿内响起 传令下去 我互建盟内 所有真欲法 竟强者前往 苍建宗 除此之外 昭告清 苍建所有势力 若是今日不来 与我互建盟 共讨苍建宗者 就是我互建盟敌人 殿门口 左护法审声道 此举可能会惹怒一些人 陆尊主 但声道 他们想做山关虎斗 我互建盟偏步 若是不来者 到时正好将他们一起收拾了 左护法愣了愣 然后连忙道 可是主上要降临 陆尊主微微点头 很快就到了 这一次 趁主上降临 务必要除掉一些 别有居心的势力 也正好取了 这中土神舟的本源之心 左护法点了点头 也是 这么多年来 这青苍界许多势力是渐渐的膨胀了 认为可以与我互建盟较量一番 这一次 就要让他们明白 在我互建盟眼里 他们依旧是蝼蚁 门口 陆尊主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月璇 这一次 我倒要看看 你身后那女人还能不能保住你 说完 他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大殿 与此同时 互建盟所有强者纷纷出动 很快 互建盟的赵令传遍了整个中土神舟 一时间 整个青苍界沸腾 这互建盟是要逼所有人表态 不帮互建盟 那就是敌人 霸道 无比的霸道 一开始 没有势力动 但是正五十分 有一些势力的强者开始前往苍建宗 而第一个前往的是北韩宗 第三百三十七章来了 苍建宗外 越来越多的势力聚集 其中 有名的势力 就有北韩宗 万寿山脉 云空城 就连上界的四大家族司马家也派了强者来 除此之外 其余小势力是多不胜数 当然 来的都是真欲法进强者 这一次 苍建宗可以说是被整个青苍界针对 所有人都知道 护建盟主上要亲临青苍界 这种级别的强者 那是何等的恐怖 而这个时候 护建盟就是要所有人表态 不表态的 肯定是在收拾苍建宗后就会收拾他们 如果苍建宗的祖师苍界建主还在的话 大家或许会犹豫一下 但是 苍界建主已经不在 现在苍建宗拿什么去与护建盟听 越来越多的强者赶来苍建宗 并且表示愿意与护建盟结盟 共讨苍建宗 苍建宗外 已经被无数强者层层包围 某处云端之上 陆尊主双手负在身后 面无表情 陆尊主身后 左护法审声道 上界安家 离家 还有玄门没有任何动静 玄门 陆尊主沉默了片刻 然后轻声道 不管他们只要他们不相助苍建宗即可 左护法微微点头 这几家加上玄门都不简单 即使是互建盟 也是有些忌惮的 而且 一旦这几家联手 那麻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这时 左护法突然道 现在出手 陆尊主摇头 等主上 左护法审声道 我们现在破空 竟就有13位 真御法竟有59位 而且还有更多的真御法 竟强者赶来 现在这般阵容 已经足以灭掉苍建宗 陆尊主轻声道 等主上 主上一来 才能万物一失 左护法看向陆尊主 可还是在忌惮夜玄背后之人 陆尊主点头 那人实力强大 绝非你我所能敌 唯有主上清灵 才能收拾他 总之 我等也不急于这一刻 而且这清苍界许多势力 都还未表态 左护法沉思道 那夜玄背后之人 究竟什么来历 陆尊主摇头 不知 不过 直觉告诉我 他会出现的 此人不死 我心难安啊 左护法点了点头 那就暂且等等吧 下方 苍建宗内 一座大殿中 苍建宗强者齐聚 夜玄也在 陈北航看了一眼众人 轻声道 中尉 这护戒蒙这一次 可是铁了心 要灭我苍建宗了 一旁的剑玄诞声道 站便是 殿内 众人纷纷点头 现在的他们 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一站 陈北涵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下方的夜玄 以及商月 待会你二人离开 明白 二人正要说话 陈北涵正色道 你二人实力虽然不弱 但对此次这一战没有任何 这时 夜玄突然道 宗主 我二人离开 那苍建宗其他弟子呢 陈北涵沉默了 夜玄笑道 宗主 如此对别的弟子 实在是有些不公平的 我觉得 都是苍建宗弟子 就应该要走一起走 要站一起站 要死一起死 夜玄身旁 商月点头 我也是此意 看着夜玄 陈北涵眼中有些复杂 你们若是不走 这苍建宗日后 可能就彻底消失 在这清苍建了 夜玄笑道 那又如何 说着 他摇了摇头 宗没有难 我等自当留下来共患难 若是现在离开 反正 我夜玄做不到 这时 夜玄身旁不远处的月琪 看着他道 有些时候 活着更重要 你明白吗 夜玄摇头 反正 我不会在此刻离开 而且 我觉得我苍建宗 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 大家齐心协力 何惧他互建盟 就算我苍建宗输了 那又如何 至少我们死得不窝囊 不远处 剑玄微微点头 说得好 此又有何惧 就怕死得窝囊 陈北涵看了两人一眼 摇头一笑 片刻后 夜玄与商月离开了大殿 大殿内只剩陈北涵与建玄 陈北涵轻声道 若是他们不走 我苍建宗 建玄看向陈北涵 你可知你见到现在为何极难提升 因为你考虑的太多 想的太多 说完 建玄转身离去 殿内 陈北涵沉默了许久许久 最后 他摇头苦涩一笑 他身为一宗之主 自然的多想一点 多考虑一点 要知道 他的每一个决定 都干系着苍建宗无数弟子的生死 宗主之位 是一种权力 但也是一种束缚 苍建宗外 越来越多的强者赶来 而此刻 清苍界无数势力都已经明确表态站队 就连之前的苍兰学院也表示站队互建盟 并且 苍兰学院院长邱元还亲自赶了过来 只得一说的是玄门以及上界的安家还有离家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苍建宗之外 某处云端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了陆尊主身后 尊主 不好了 陆尊主睁开双眼 怎么 老者审声道 我们有四人无声无息被人暗杀了 暗杀 陆尊主双眼微眯 去看看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处地面之上 在陆尊主与老者面前 有四具尸体 每一具尸体都是被一剑封喉 伤口整齐如衣 陆尊主右手缓缓握紧 是剑修 陆尊主身后 那名老者点头 应该是剑修所为 估计就是苍剑宗内的强者 陆尊主审声道 没有任何发现 老者摇头 发现他们时 他们已经被刺杀 而在之前 没有任何动静 陆尊主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 传令下去 让所有人莫要独自一人 大家相互之间 就在这时 他脸色突然一变 下一刻 他猛地转身 在他面前数十丈外 一名真欲法 竟强者缓缓倒了下去 这名真欲法 竟强者双眼圆征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而陆尊主此刻 脸色也是阴冷至极 有人竟然当着 他的面暗杀户建盟的强者 而他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四周 护建盟的强者也是一脸凝重 要知道 陆尊主可就在这里 然而陆尊主却是什么 也没有发现 连陆尊主都不能发现的人 那自己等人 想到这 众人脸色皆是一变 镇定 这时 陆尊主突然冷声道 不过是一个杀手而已 说着 他冷冷扫了一眼四周 阁下究竟是何人 难道只会躲在暗中 是 就在此刻 陆尊主左边不远处 一名真欲法 进强者的脑袋 直接飞了出去 牵血如注 与此同时 陆尊主突然消失 出现在那名真欲法 进强者面前 他双手紧握 然后朝下轻轻一压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以他为中心猛地震荡开来 整个天际一阵击颤 然而 什么也没有 片刻后 陆尊主释放出来的 那股气息 渐渐平静了下去 四周 一片寂静 陆尊主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四周 众护戒蒙 强者神色戒备无比 这时 护戒蒙的两位护法 带着八位身穿金色长袍的 强者出现在了场中 这八人与两位护法 戒备地看着四周 片刻后 左护法看向陆尊主 无声无息 陆尊主点头 此人当着我的面出手 然而 我却感受不到他一点气息 即使是当年的暗主也做不到这般 此人 应该不是我亲苍戒的杀手 左护法眉头微皱 难道是苍剑宗从外遇请来的杀手 陆尊主摇头 不知 左护法审声道 不能这般下去 否则 我们的人会自乱阵脚 说着 他看向下方苍剑宗 现在动手 陆尊主摇头 若是现在懂事 以此人这手段 我方会死更多人 我 就在此时 数十丈外 一名金色长袍强者 脸色突然勃然大变 下一刻 他双手猛地朝前一掌拍出 空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一道人影自那片空间一闪而过 然而那名金色长袍强者喉咙处 一道鲜血击射而出 陆尊主身形一颤 出现在了那名金色长袍强者前 那名强者死死盯着面前 身体疯狂颤动着 陆尊主转身看了一眼 他面前 依旧什么也没有 这一刻 陆尊主心中是真的有些慌了 这金色长袍强者可是万空镜 这种级别的强者竟然都被暗杀 究竟是谁 陆尊主冷冷扫了一眼四周 神色无比阴冷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与我互借蒙作对 四周 没有任何回应 陆尊主正要再次说话 而这时 左边十几帐外 一名真欲法竟强者脑袋直接飞了出去 见到这一幕 场中所有人脸色大变 纷纷聚拢一起 暗中 月璇正要再次出手 而就在此时 天际突然出现了一股无形的威压 这股威压出现之后 整个天际空中直接虚幻了起来 这股威压层层落下 仿佛天摊一般 要碾碎整个天地 来了 故见蒙那位主上来了 苍剑宗内 林从云低声一探 完了 第三百三十八张战 苍剑宗上空 那股气息越来越强 虽然那位主上还未现身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来了 下方 月璇抬头看向天际 这一刻 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站 他知道这即将出现的人很强 根本不是他现在能抗衡的 但是 他没有选择 这时 林从云出现在了月璇身旁 他抬头看着天际 轻声道 小游可有后悔 月璇笑道 后悔什么 林从云道 后悔没有离开 月璇摇头一笑 不满前辈 我确实有点怕死 也不想死 不过 却不后悔没有离开 林从云看了一眼 月璇 以小游潜力 离开此界 最多数十年 那时 就算是护戒蒙 那位主上 也肯定不是小游之敌 月璇轻声道 那时 苍剑宗之人 还有人活着吗 林从云审声道 小游在这 也无济于事 不是吗 月璇点了点头 前辈所言即是 不过 我愿意与他们一起面对所有 说到这 他看向林从云 这护戒蒙 绝不会为难前辈 前辈现在可离去 这乃我真心之言 林从云摇头一笑 本来是想离去的 不过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为何 月璇不解 林从云笑道 赌一把 赌小游与苍剑宗 这一次赢 赢 月璇抬头面向天际 感受着那股恐怖的威压 他自己都有些迷茫 能赢望 片刻后 月璇摇了摇头 世间之事 尽力即可 至于结果是什么 他都会坦然面对 尽力了 就没有遗憾 这时 陈北涵等人都走了出来 感受着天际的那股恐怖威压 所有人神色都是凝重的 这种强者 对于青苍界的修饰而言 无疑就是神 就在这时 陆尊主突然出现在了众人头顶 他俯视着下方 最后 他目光落在了叶玄身上 叶玄感受到了吗 对于我互戒蒙而言 你就是蝼蚁 叶玄笑道 陆尊主 你是成名已久的强者 今日 我叶玄想向你挑战 不知你可敢与我一战 挑战陆尊主 文言 四周所有人为之一惊 下方的陈北涵等人也是一惊 显然 都没有想到叶玄竟然会挑战这陆尊主 陈北涵看向叶玄 沈声道 你莫要冲动 叶玄笑道 不冲动 就是想看看这青苍界的陆尊主是真有实力呢 还是只会打嘴杖 空中 陆尊主俯视着叶玄 讥讽道 向我挑战 你觉得你配吗 叶玄突然冲天而起 来到了陆尊主的对面 他面向陆尊主 就一句话 打还是不打 场中 所有人纷纷看向陆尊主 陆尊主死死盯着叶玄 不管是什么让你膨胀到敢向我挑战 不过 你马上就会后悔这么做的 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的威压突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这股威压宛如浪潮一般朝着叶玄碾压而去 远处 叶玄面无表情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股剑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这股剑意硬生生挡住了陆尊主那股威压 当见到这股剑意时 陆尊主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剑意画天地 你 你是剑仙 听到这句话 四周所有人愣住 剑仙 剑仙 所有人纷纷看向叶玄 包括苍剑宗的强者 也是纷纷看向叶玄 空中 叶玄掌心摊开 玉柄剑出现在他手中 四周 那些剑意疯狂朝着他手中的剑汇聚而去 公 一道剑鸣声突然响彻天际 一玄手持长剑指指路尊主 来战 声音落下 他人突然消失 下一刻一道剑光突然自陆尊主头顶横斩而下 下方 陆尊主双眼微眯 他眼中 一缕寒芒一闪而过 下一刻 他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冲天而起 一拳迎上了这一剑 砰 天际 一道诈响声宛如惊雷一般响起 紧接着 一道人影倒退数百丈之远 此人 正是叶玄 停下来后 叶玄突然手持长剑腰之陆尊主 下一刻 无数道剑光突然自陆尊主四周空间刺出 顺空一剑 见到这些突然出现的剑 陆尊主眉头微皱 他右手猛的朝面前就是一拍 空猛 整个天际剧烈一颤 一瞬间 无数剑光轰然蹦碎 而时 一柄剑突然来到了陆尊主头顶 陆尊主双臂猛的朝上就是一挡 碰 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陆尊主连退百丈之远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震惊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陆尊主是什么人 那可是这清仓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啊 而叶玄呢 叶玄还不到二十岁啊 二十岁的剑仙 二十岁对抗破空境 即使是在整个清仓界历史上 也是少有的 妖孽 真正的妖孽 此刻 那些站在护戒蒙身后的势力有些怕了 如果叶玄不死 一旦让他成长起来 那个时候 谁能阻止这叶玄 讲到这 许多人看向叶玄时 眼中已经有了杀意 当然 也有些人有了退意 这种妖孽 实在恐怖 而下方 无数苍剑宗弟子与长老却是欣喜若狂 不到二十岁的剑仙 这简直就是堪比当年祖师爷的存在啊 有叶玄在 苍剑宗必定能够大兴 空中 陆尊主死死盯着叶玄 他神色有些争鸣 叶玄啊叶玄 你真是让本尊有些意外了 人以为你最多不过是真玉法境 可未曾想到 你不仅达到了真玉法境 还正到剑仙 若是给你十年时间 这清仓界 怕是没有人是你对手了 可惜 你没有这个时间了 叶玄笑道 那就希望陆尊主能够杀死我了 如你所愿 陆尊主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一道残影突然掠至叶玄面前 紧接着 一道掌印字叶玄头顶狠落而下 这一瞬 叶玄周遭空间直接裂了开来 简然 这路尊主是真的尽全力了 因为叶玄这天赋 真的让他感到了害怕 现在若是不除掉叶玄 以后护剑蒙必有灭顶之灾 掌印下方 叶玄神色平静 突然 他持剑朝上一次 一剑定生死 如今成就剑仙之后 这一剑定生死的威力 瞬间提升了不知多少倍 这一剑出 剑锁过的空间瞬间被阵裂 这一剑 已经隐约有破空境之力 空 整个天际突然剧烈一颤 宛如雷声乍响 紧接着 两道人影连连暴退 这两道人影 正是叶玄与陆尊主 叶玄在退了两百多帐后停了下来 而陆尊主只退了不到百帐 简然 这一次交锋 是叶玄落了下风 叶玄抬头面向远处陆尊主 神色颇为凝重 此刻的他整指右臂都已经失去知觉 不仅如此 他手中的剑 竟然有了裂纹 那是暗物质力量伤的 而叶玄对面 陆尊主神色同样是有些凝重 因为刚才那一拳他已经尽全力 目的是希望一拳秒杀叶玄 以绝后患 然而 叶玄接下了他这一拳 接下了 陆尊主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杀意抱涌 这叶玄必须得死 下一刻 陆尊主突然飞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间自他右臂之中汇聚 当他来到叶玄面前时 他右手突然掐了一个印 下一刻 他朝前轻轻一阵 空某 手印出 叶玄面前的空间瞬间扭曲 紧接着 一阵击颤 无数空间裂缝出现 空间乱流 见到这一幕 叶玄脸色大变 不过他并没有慌乱 他连忙催动空间倒则 一瞬间 周围的那些空间竟然开始自动愈合 不到半夕的时间 所有裂开的空间全部愈合 这一刻 所有人呆住了 就连那陆尊主此刻也是呆若木鸡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叶玄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修复空间 不仅陆尊主 下方的陈北寒等人也是一脸疑惑 要知道 他们可以破开空间 但是 想要自己修复空间 那是根本不行的 而叶玄却是做到了 这没有道理的 空中 陆尊主死死盯着叶玄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你 叶玄笑道 想知道吗 陆尊主盯着叶玄 你是如何做到的 叶玄咧嘴一笑 叫我一声爷爷 我就告诉你 陆尊主脸色瞬间阴冷下来 不知死活 声音落下 他直接朝着叶玄冲了过去 而远处 叶玄嘴角微先 下一刻 四周一道道空间之力 突然朝着他汇聚而来 转瞬 一柄剑凝聚 空间之剑 当空间之剑凝聚之后 叶玄一把抓住 与此同时 善恶剑一疯狂涌入空间之剑中 叶玄面前 当看到叶玄手中那柄空间之剑时 陆尊主脸色瞬间大变 直觉告诉他危险 而就在此时 叶玄突然持剑朝着他狠批而来 剑锁过 空间一阵阵击颤 这事在共鸣 沉寂一瞬 一道剑光突然自天际爆发开来 紧接着 一道人影疯狂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数百丈之远 这人正是陆尊主 陆尊主败了 场中 所有人石化在原地 第三百三十九章战 败了 所有人都有些难以置信 包括陈北韩等人 此刻的他们也是满脸的惊恶 特别是陈北韩 他可是非常清楚陆尊主实力的 可以说 整个清仓界 能够击败这陆尊主的 真没几个人 而这几个人都是些老怪物级别的存在 而叶璇不过才不到二十岁 这怎么可能 空中陆尊主本人眼神有些茫然 刚才这一击 他确实败了 被叶璇一见震退数百丈 虽然没有彻底的败 但对他个人而言 他败了 被一个年轻后被一见击退 这不是败是什么 而此刻陆尊主没有愤怒 也没有气急败坏 相反 他很冷静 他看向叶璇 而此刻 叶璇脸色苍白 身体在微微颤抖 陆尊主直视叶璇 如料不错 先前那一见对你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可对 叶璇沉默 如陆尊主所言 刚才这一见对他确实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不过 这一见的威力实在是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在此之前 他也未施展过空间之剑 因此 对于这空间之剑的威力 他也是没有一个概念 而此刻 这一剑施展出来后 让得他知道 他这一剑 是可以重伤破空尽强者的 远处 陆尊主突然道 叶璇 不得不说 从一开始我护戒盟就大大的低估了你 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妖孽 说着 他看了一眼下方苍剑宗 然后又道 若是任由你继续成长下去 这苍剑宗日后又将会出现一个苍界建筑 四周 一片沉默 此刻聚集在苍剑宗四周的强者已经进摆 而这些人 基本都是真欲法进强者 都是来自各个势力 而此刻 所有人都在看着叶璇 在之前叶璇虽然也有名气 但是 这个名气只在年轻一代 但是现在不同 叶璇的实力 即使是老一辈也比不上了 而现在叶璇不过才不到二十岁 若是多给他一些时间 日后妥妥的第二个苍界建筑啊 讲到这 这些人眼中渐渐出现了杀意 他们来这里 就代表着他们站在了护戒盟这一边 而叶璇若是今日不死 他日来秋后算账的话 叶璇必须死 就在此时 场中不知谁喊了一句 四周 除苍剑宗外 所有人看向叶璇时 眼中不是冰冷就是森冷杀意 除叶璇 这一刻 已经不单单是护戒盟要除叶璇了 下方 陈北涵等人已经出现在了叶璇的四周 此刻的他们 已经能够感受到四周那些强者的杀意 陈北涵审声道 叶璇 待会无论如何 你也要离开苍剑宗 明白 叶璇正要摇头 月旗突然道 你若是离开 即使我们都陨落 心中也是高兴的 你明白 叶璇摇头 我不高兴 叶璇美眸生怒 你怎么就不听话 叶璇苦笑 师尊 现在我也离不开 你看看周围这些人 哪一个会让我离开 月旗沉默 这时 一旁的剑弦突然道 那就站吧 留下来与这些人一站 是生是死 看天意吧 一旋点头 这也是他自己此刻的想法 虽然心中有许多许多的不舍 还有许多许多惦记的人 但是 没办法 有些事情该做的就一定得做 陆尊主身旁 左护法突然道 若是此刻动手 群起公知 苍剑宗断然没有活路 而要是拖下去 待会周围这些人想法有变 那时 陆尊主看了一眼天际 那股威压越来越重 显然 主上真身很快就要降临 讲到这 陆尊主突然右手一挥 出手 声音落下 空中护剑萌的强者 直接朝着下方舱剑踪冲了下去 而周围那些别的势力的强者 在犹豫了下后 也是纷纷冲了下去 一百多位真玉法进强者 这般阵容 何其的恐怖 下方 剑弦突然哈哈一笑 来吧 站一个痛快 声音落下 他持剑冲天而起 空中 一名真玉法进强者脑袋 直接飞了出去 而陆尊主身旁 那左右两大护法直接朝着剑弦围了过去 下方 陈北寒轻声道 诸位师兄妹 来世再聚了 声音落下 他右手一挥 斜剑而上 夜玄身旁不远处 顾小贤轻声道 来世聚 雨落 他身体微微一颤 无数剑光自他体内击射而出 一瞬间 剑光布满天际 剑阵 以身为剑阵 不得不说 这剑阵威力是极大的 可惜的是 他面对的强者太多太多了 剑阵刚一出现 便是直接被十几名强者连手轰的虚幻了起来 而另一边 战铁等人也是纷纷冲天而起 朝着天际那些强者迎了上去 碾压 刚一交战 苍剑宗这边直接被碾压 因为在人数方面 苍剑宗这边差太多太多了 空偶 就在此时 一道惊天剧响声突然在天际响起 紧接着 一道人影自空中缓缓坠落 当看到这道人影时 夜玄顿时呆住了 这人 正是战铁 空中 战铁突然转头看向下方夜玄 咧嘴一笑 也不要脸 若是今日之后你还能活着 记得去住气风 那里 有一件东西留给你 声音落下 他转头看向天际朝着他冲下来的那十几人 疯狂一笑 来吧 雨落 他身体突然间膨胀起来 下一刻 空 战铁突然间爆炸开来 一道强大的剑光席卷天际 那十几人为首的两人直接被遮到剑光阵的四分五裂 其余之人也是疯狂暴退 自爆 这一瞬间 下方的夜玄头脑一片空白 没了 就这么没了 而另一边 一道人影突然飞了出去 飞出去的人 正是连笔弦 夜玄连忙身形一颤 就要支援 而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挡在了他的面前 此人 他认识 正是苍蓝学院院长秋元 秋元冷冷看着夜玄 夜玄 你可还记得你当日在我苍蓝学院是何等的威风 你 就在这时 夜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秋元脸色勃然大变 他手持一柄黑齿猛的朝前一挥 一片黑色墨光震荡而出 然而 却被夜玄一剑给劈了开来 见到这一幕 秋元心中大害 连忙暴退 而这时 十几名真欲法竟强者围了过来 空偶 一道道乍响声突然自天际响起 紧接着 夜玄连连退了百丈之远 他正要出手 另一边突然传来了一道大笑声 随着这道大笑声响起 一道惊天诈响声突然响起 夜玄转头看去 不远处天际 一道剑光震荡天际 而在那剑光震中间 是连笔弦 而此刻 连笔弦看着下方苍剑踪 眼中是留恋 还有遗憾 渐渐的 他彻底消失在了空中 夜玄愣了愣 似是想到什么 他连忙转头看去 不远处 顾小贤与悦其此刻正被二十多名真欲法竟强者围攻 而两女已经快支撑不下去 就在此时 月琪突然朝着夜玄方向看了一眼 他微微一笑 保重 声音落下 他一直点在自己眉间 一瞬间 一道强大的气息突然自他体内席卷开来 自爆 第340章主上 自爆 面对这么多强者 月琪等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自爆的话 还可以拉几个垫背 所以 战铁没有选择 连笔弦没有选择 月琪也没有选择 就在夜玄要自爆时 夜玄突然出现在了月琪的面前 他一把按住了月琪的肩膀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进一强行 镇压住了月琪体内要爆发开来的那股力量 月琪看着夜玄 轻声道 何必呢 夜玄摇头 转身 在他面前 是十几位真欲法进强者 渐渐的 夜玄笑了 笑着笑着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自夜玄体内震荡开来 当这股力量出现之后 整个天地间所有强者纷纷看了过来 夜玄眉间 一座虚幻的小塔悄然浮现 戒玉塔 当戒玉塔出现之后 整个天地间一阵变幻 而原本空中的那股强大威压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的威压 一股真正的天地之威 不对 即使是天地之威也没有如此的恐怖 所有人惊骇地看着夜玄 准确地说是看着夜玄眉间的那座虚幻小塔 这是什么宝物 渐渐地月玄神色颇为争鸣起来 下一刻 他猛的一声怒吼 收 声音落下 月玄面前 二十多位真欲法镜强者突然间消失不见 而当他们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戒玉塔内 二十人多人惊骇地看着四周 他们就要冲出去 而这时他们头顶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血红的球字 随着这个字出现 戒玉塔内所有人皆是无法动弹 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大害 很快一道道惨叫声不断自戒玉塔第一层内响起 片刻后整个戒玉塔第一层内的强者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 戒玉塔外 陆尊主等人惊骇地看着夜玄 此刻的他们心中已经震撼得无以复加 二十多位真欲法镜强者就这么在他们面前消失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夜玄搞的 无数强者纷纷后退 远离夜玄 此刻 他们看向夜玄时 眼中已经有了深深的忌惮 陆尊主死死盯着夜玄 你是如何做到的 夜玄没有回答 此刻的他 双手在微微颤抖 脑袋一阵眩晕 这一刻 他已经感受到戒玉塔似是有什么松动了 他很清楚 这是封印松动了 每动用一次戒玉塔 封印就会松动一次 而封印一松动 戒玉塔内那些存在可就要出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选择了 空中 陆尊主死死盯着夜玄 你那究竟是什么宝物 宝物 当听到这两个字时 场中许多人眼神顿时变得有些炙热了 夜玄咧嘴一笑 看你们眼神 是想要这宝物啊 此周 那些人看着夜玄 没有说话 但是他们的眼神却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就在此时 场中突然有人道 夜玄 你将他们弄到了何处 夜玄面向那说话之人 笑道 你猜 那人脸色一变 正要说话 就在此时 陆尊主身旁的左护法突然道 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他先去催动那宝物 肯定消耗巨大 现在的他 正是最虚弱之时 听到左护法的话 场中众人看向夜玄时 眼中的忌惮渐渐变成了冰冷 就在此时 陆尊主突然道 出手 声音落下 他直接消失在原地 显然 这是要亲自出手 夜玄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就要出手 而就在此时 一道白光突然自天际袭来 白光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是来到了夜玄的面前 白光散去 一名白群女子出现在了夜玄的面前 安兰秀 安兰秀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落下 他面前的空间剧烈一颤 紧接着 一道强大的力量自他面前的那片空间震荡而出 砰 这股力量硬生生逼停了陆尊主 陆尊主看向安兰秀 双眼微眯 你是安家那位 安兰秀点头 陆尊主审声道 怎么 你安家是要站在苍剑宗那边 安兰秀摇头 我个人之事 与安家无关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突然虚幻起来 而远处陆尊主脸色勃然一变 他猛的朝前就是一掌 掌落下 一股强大的力量宛如一股洪流一般自他掌心之中席卷而出 这时 安兰秀智 他一直点出 指尖落出 空间剧烈一颤 宛如一股水波朝着面前震荡而去 空 整个天际剧烈一颤 紧接着 一道人影连连暴退 此人 正是陆尊主 又败了 此周 所有人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空中的安兰秀 这又是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天才 空中 陆尊主看了看自己手掌 此刻的他 手掌已经裂开 鲜血源源不断溢出 沉默了片刻 陆尊主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安兰秀 神色有些复杂 真是江山带有人才出啊 安兰秀没有理陆尊主 他转身走到了夜悬面前 看着一脸苍白的夜悬 他微微一笑 许久不见 许久不见 夜悬笑道 你比当初可是强了不少 安兰秀卿笑道 你不也是 只是未曾想到 如今的你是天下人要杀的对象 夜悬摇头 你不该掺和进来的 会连累你安家 安兰秀卿声道 这可就有些生分了 夜悬苦笑 好 那我就不说了 这时不远处的陆尊主突然道 安姑娘 你这么做 你安家可知道 安兰秀转身看向陆尊主 我说过 这是我个人之事 与安家无关 陆尊主审声道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护戒蒙不给安家面子了 声音落下 他右手一挥 杀一个不留 随着陆尊主这道命令落下 场中四周那些真欲法 竟强者的再次朝着不远处的夜悬等人冲了过去 看着那些冲过来的强者 安兰秀面无表情 他右手缓缓紧握 突然间 他整个人宛如一缕金烟飘散开来 下一刻 一道道残影突然出现在远处 全部是安兰秀的残影 而远处 一道道惨叫声突然响彻天际 每一道惨叫声都代表着一名真欲法竟强者陨落 见到这一幕 陆尊主脸色无比的阴沉了起来 这安兰秀的实力一点都不比夜悬差啊 沉默一瞬 陆尊主转头看向一旁 他身旁 三名身穿金色长袍的强者直接朝着安兰秀冲了过去 三名破空进强者 随着这三名强者出手 安兰秀顿时被牵制住 而四周 一些强者则是朝着夜悬冲了过去 就在此时 小灵二突然出现在了夜悬的面前 见到小灵二 夜悬愣了愣 然后连忙道 危险 快进去 小灵二眨了眨眼 然后点头 好 说完 他又跑了进去 但是很快 他又跑了出来 他看着夜悬 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 我帮你打一个坏蛋吧 说完 他转身隔空对着远处就是一拳 轰 这一拳轰出 远处百丈之外 一名真欲法进强者直接被震到了数百丈之外 见到这一幕 小灵二眨了眨眼 他看了看自己拳头 然后看向夜悬 我这么厉害的吗 夜悬连忙摇头 不不 是他太弱了 他太弱了 说着 他转身一剑斩下 远处 一名真欲法进强者脑袋直接飞着 飞了出去 夜悬指了指那颗飞出去的脑袋 看 是不是 他太弱了 小灵二眨了眨眼 将信将疑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陆尊主突然凝声到本源之心 听到陆尊主的话 场中护戒盟的强者皆是看向了小灵二 而这时 陆尊主突然朝着小灵二冲了过去 小灵二浑身一个机灵 然后转身就跑到了戒狱塔内 夜悬苦笑 这小丫头 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啊 因为随着小灵二的出现 护戒盟的强者纷纷朝着他冲了过来 就在此时 月琪挡在了夜悬的面前 他刚要说话 夜悬却是一把将他拉到了身后 月琪看着夜悬 夜悬轻声道 如果非要死 那就让我先死吧 声音落下 他提着剑直接冲了出去 看着冲出去的夜悬 月琪眼神渐渐变得有些茫然了 远处尽头 夜悬冲出去后 瞬间便是被十几名真欲法竞强者围了起来 他虽然能够秒杀真欲法竞强者 但是 要一打十几个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苍剑宗这边虽然人少 但是 都是剑修 战力极强 因此 即使被压制 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大约一刻钟后 一股强大的威压突然再次出现在了天际尽头 随着这股威压的出现 整个苍剑宗上空所有强者纷纷停了下来 然后抬头看向天际 很快 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了那天际 见到这道虚影 护剑蒙这边的强者纷纷狂喜 而苍剑宗这边的人神色则是无比的凝重了起来 渐渐的那道虚影越来越凝实 半刻钟后 那道虚影彻底凝实 紧接着 一名白发中年男子出现在了天际虚空 主上 见到这名白发男子 场中护剑蒙强者纷纷跪拜了下去 其声道 见过主上 这是我尽荡? 是